如果咱们中国真的有第五代战斗机 大伙都是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但事实上呢 第五代战斗机的研发是相当困难的 你看T50到现在 它还没有能够进行试飞 或者是列装更遥远了 那么在研发的过程当中 第五代战斗机它最困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困难的当然有很多 其实第五代战斗机包括隐身航空材料 包括它的这个传动 包括它的这个电子系统 包括它的外形设计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走得晚往往使用的工具会更先进 再有一个航空工业有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资金链要保持不能断 那么我们国家就在很多地方做了 比如说我们中国银行 给中国造船业前些年 不断的去注入这个信保资金 这样的话中国造船业在几年之后 就变成了世界第一 同样现在我们的这些银行 对于中国的企业 特别是爬高用的高新技术企业的 注资应该说已经表现得非常积极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有了不断的资金链 再加上有大量的科技人才 包括有很多80后的人在参与这些工作 那么我觉得这事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不是一个难事 而且也很正常在中国 一般来说要研发第五代战斗机的话 需要多长的周期呢 其实不一定 因为每个国家的这个周期啊 是大家都是用自己的周期来推断的 但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镜像理论的问题 你并不知道别人的工业处备到了个什么水平 所以中国的第五代战斗机 是不是要跟美国用同样的时间 不一定 是不是也要用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个事情谁也说不出 那就像当年美国人用在几十个月时间内 就搞出了这个载人航天的工具 但是他现在用了十几年 他都不能再恢复这件事情 所以你不能完全从技术的角度去评价 他可能在哪一天就一定会形成突破 那么刚才我觉得宋先生说的非常对 你不断的持续的给他提供资金和技术保证 这个可持续的发展才是关键的 就像我们国家歼8一样 我们歼860年就上马了 那二十多年之后你都没搞出来 那是因为你中间停顿了 这个教训对于中国的军用航空业来说 应该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那么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不能用我们当时68年开始搞歼8 那么80年才试飞 我们不能用这个时间轴来计算 中国的第五代战斗机 什么时候能起飞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可以有一些后发优势 那么我想外媒为什么会关注中国的第五代战斗机 会有那么多的猜测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假许中国真的有第五代战斗机 那么对于中国军力的提升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凤龙为业穿后国 杯酒臣服江山顶 风骨酒王 Action 凯迪拉克SLS赛威2.0T City 现在换你出发 傲然科技一触即发 Cadillac 就是说拿那么多时间做这么点东西 是不是有点傻 但是时间是为了干什么的 时间就是做一个好东西 你先知道什么是不好的 不好的 去的 喝了吧 做到好 才是好 文君旧 梦想之路 谁与同行 全新BMWCiY 洞悉万千 从来不动声色 梦想格局 作用广阔天地 应变自如 一路顺畅随心 全新BMWCiY 梦想之路 大美之乐 您正在收看的是 环球视线 那么假使中国真的有了第五代战斗机 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 那么对于咱们中国军力的提升 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当然这个问题 现在我不太好回答 我只是说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评论 比如说美国1972年 之前签了一个布雷队森林计划 当时它叫金本位 35美元可以堆一昂四黄金 于是美国可以随便印钱 但是72年以后 这个林松把这事废了 但是美国为什么还敢印钱 那么它就是航母本位制 F22本位制 它有这些装备搁在这 它还敢印钱 那么现在美国最担心的是 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要动摇美国的F22本位制 那么当然它对于 动摇了美国的F22本位制之后 美国当然会很着急 于是现在美国炒作这件事的时候 一开始我注意到先是诋毁 就有点像六四年约翰逊 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 他马上就发表了声明 当时就发表声明 他说中国爆炸的是一颗粗糙的 拙劣的核装置 但是中国的爆炸的那个蘑菇云 飞到美国上空的时候 美国原子弹机构测出来了以后 才发现前四个核大国 用第一颗核装置都是布做的 而中国是用浓缩油 也就是可以这么理解 外媒为什么热衷于炒作 中国的第五代战斗机 其实是变相的 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翻版 我觉得是这样的 他要为自己的行为合法 做证明 我们来做一个预测 就是如果外媒所有的言论 一边倒的说 第五代战斗机非常先进 说明他不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